今天下午四點半 新北市三隻根德水車園區的一座紅色吊橋 突然斷裂 當時在橋上的四位民眾 當場就跌落水中 其中有三個人只有擦傷 不過有一位五十三歲的女子 頸椎受傷比較嚴重 至於吊橋為什麼會突然斷裂 新北市政府星期一將會會同 技師鑑定釐清相關責任 原本應該吊掛在溪水之上的紅色吊橋 如今卻七零八落 瘫在河床上 新北市三隻根德水車園區 發生斷橋意外 當時橋面上四名遊客落入水中 消防人員趕緊出動救援 那我們第一次派遣了 我們三隻分隊到達現場 我們發現整個吊橋都斷落了 在距離吊橋的大概三分之二處 還有四名民眾還在河谷 這四名民眾在我們送醫之前 他們都是意識清楚了 都是送往馬街 現在目前在急救當中 摔落水中的兩男兩女被救上岸後 手腳擦傷 表情相當痛苦 其中一名53歲女性 頸椎受傷較為嚴重 但都一時清醒 沒有生命危險 橋面歪斜 木板殘破不堪 連接岸邊的鋼絲木頭更是散落四周 跟著水車園區開幕五年 潺潺溪水搭配步道提供民眾放鬆遊玩 紅色吊橋更是著名地標 沒想到卻釀成大禍 事發之後現場拉起封鎖線 就怕又有民眾不小心落入水中 至於吊橋斷裂的原因有待砍研後釐清 聯合報信林昭章 劉宜宣 綜合報導